下星期各級學校中要開學 但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病沒有減少 尤其是新科進的病例大部分都在中華館 為了拍片學同受到八道的威脅 火鍛香公所從今天開始 連三兩天將對火鍛香來好好環境 進行轉秘的消毒 火鍛香公所趁機隊的工作人員 一早就來到火鍛香 進行後方的轉秘消毒 後禮拜學校就要開學了 但是新冠肺炎的疫情也沒有減少 中華館連續團出比較進的病例 讓大家很歡樂 萬一開學後疫情也沒有改善 做生君主感染是如何 所以火鍛香公所在開學之前 先將對向來學校進行轉秘的消毒 可不然好像在上課過程當中 維修到八道的威脅 因為最近我們看到電視新聞 很多新冠肺炎都發生在中華館 所以我們現在全國 因為我們新冠肺炎 所以延後開學在二月二五日開學 所以我們怕 我們的自家隔離 或自我隔離 或是看到有可能感染的人 在外面跑跑跑 影響到我們的公共環境 所以我們公共機關 帶頭來做事 我們先把我們的工友市場 再加我們鄉內 裡面一些國中小學 都在開學進行 來做一個公共空間 來做一個消毒 讓我們的學童 在上學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 也可以幫忙 對抗到新冠病毒的傳染 會團鄉長顧盛民是醫生出身 所以鄉長也標示要 紅環北斗上心 鄉長還是要做好個人的方向工作 尤其是一定要經常洗手 不賺黑白龍 站在房地的日程 醫生的角度 我們就是要來學校 如果可以最好 都掛一個口罩 然後清洗手 記得洗完手要擦乾 另外如果自己覺得 有一些不舒服 就要跟我們學校的老師 或是校長做一個歡迎 然後儘早就醫 然後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就在家裡自我隔離 不要來學校上課 基本的逛逛消毒 將以兩天的時間來進行 較少逛逛的每一個地方 都要穿穿上去去 不然每一位學生 都有一個安全的求學的環境 新中華新聞北面林輝團 蔡鳳報德